繼續跟著我們來關心外頭的天氣 因為受到了這一波東北季風的影響 可以看到北台灣即便到了中午的時候 都大約只有25度而已 而中南部地區因為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比較小一些 所以溫度還可以來到30度的高溫 而在東半部就是大約25到27度 而在降雨方面 其實這一波東北風現在水氣是越來越少了 所以可以看到預估的雨量 從今天早上也不斷的在下修 所以可以看到頂多到明天上半天的時候 已經封面宜蘭地區因為受到地險的影響 還是會有局部大雨的可能 不過接下來幾天天氣可以說是慢慢的好轉了 因為接下來大陸冷高壓就要冬離出海了 而且我們東北季風也會慢慢減弱 風場環境到週二之後就會轉吹東風 所以天氣也會越來越好 溫度越來越回溫 預計到了週三 天氣尤其北台灣這幾天比較涼一些 週三之後天氣溫度上 感受上是會比較偏悶熱的 我們透過一週的溫度曲線圖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今天北台灣甚至在東半部地區 都是溫度偏低的大約來到22度左右 而在南部地區都可以來到30度 但是到了週三也就是東北季風從這一天起 開始慢慢減弱之後可以看到 週四甚至都可以來到30度左右 全台各地都是多雲到晴 所以夏天的衣服先不要收 因為未來幾天下半週的時候 天氣都是蠻不錯的 所以最後提醒大家是 這幾天仍然都是在迎風面 像是在宜蘭地區或是東半部會有雨的 但是接下來天氣會越來越穩定 尤其西半部幾乎都不受什麼影響了 到了週三之後天氣會越來越好 所以夏天的衣服先不要收 因為到下半週溫度會慢慢回升